哈喽大家好我是依太雅 第五人格呢已经两岁了 在这期间除了许多我们很喜欢的角色 当然了我们也为我们喜爱的角色起了一些 秘称 今天呢就让依太雅来盘上一盘 医生艾米丽戴尔 作为早期的人气角色 我们的庄园老友 医生的秘称相当的多 因为角色的缘故有了像奶妈护士这样的称呼 像爱大利海大利这种外号也不少 而天使这个称呼呢 处自庄园日记里的台词 和艾米丽的皮肤治天使 光天使 哦艾米丽我的天使我的良药 慈善家科雷切皮尔森 娜娜她就不用说了 外号实在太多了 皮皮扇猴子皮扇家打光师 毕竟游戏可以说皮皮扇必须死 而艾成嘛大概就是 天洁小天使了吧 人丁爱马武兹 这个小可爱呢 一级以来都被叫做小公主官方的亲女 当然了最初因为拆一则特殊性 还被很多兔兔亲切的称作为 坏丁丁和拆迁队 魔术师 色维勒罗伊 魔术师因为在使用技能挨打时 可能会被恐惧震慑 所以他也有了震慑师震慑色的别称 也因为他特别难以救下的特性 亲切的收获了团灭发动机的称号 当然了 如果你是色维先生的粉丝 那你也可以叫他 罗伊先生 本是记忆最伟大的魔术师 前锋 威廉爱丽丝 外号快乐风男 运动员 铁头娃 机械盲 当然了 还有刘川风 因为其技能对监管者具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也叫做风格 那个恋头脱 吻风丧弹的男人 不过 要是一个用不好 可就变成了顺风快递 快递员咯 不过话说回来 祭司真的是我们当之无愧的 伴下个女王呀 那那呢 宝贵呢 还给自己喜欢的角色 起了什么名称呢 留言条论 告诉自己态吧 感到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